我是小溪 即使汽车媒体人 也是一名冰球爱好者 在球场上 我会想汗水 用尽全力 这项看似只需要爆发力的运动 却更需要智慧和耐力 就像我的这台斯科达科米克 既能在城市中游刃有余 它低至百公里六升的油耗 和将近九百公里的续航 又能让我离师和远方更进一步 我是小悠 时尚达人紧随潮流 那么我的工作就是创造潮流 所以我对生活中的一切 都有很高的美学要求 就像我的作家 斯科达科米克 外观阳刚而不是精致 内装实用而不是考究 简约而不简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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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路上挺堵的 没想到你还准备到了 是 我提前看了一下路况 有一点是挺堵的 所以绕开了 所以才能准备到了 那我赶紧把衣服给客人吧 先去 你快去忙吧 改天联系 拜拜 好嘞 拜拜 小悠 今天下雨 打车也打不到 幸亏你来接我 你受伤了吗 今天你还不是应该的 你这手严不严重啊 你知道我冰球鞋的刀刃被划了一下 你下次可真是得小心点啊 不过我这也算因祸得福吧 因为我天天自己开车 难得做副驾 体验体验 就是这个车的副驾 小悠 你当时怎么决定选这款车的 选科米克这个车 主要是因为一个它在我预算范围内 而且颜值非常符合我的审美 你知道我是个标准的眼控 对对对 然后它的科技配置也相当不错 你知道在这个价位的车里 很少有手机投屏和空气空调进化系统的 所以它都有你知道吧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非常好 你呢 你为什么选这辆车啊 猜一猜 你说还用猜吗 真是 你就是特别爱运动一个人嘛 我猜你就是因为装备特别多 空间我觉得是足够大的 你用起来应该比较方便是不是 对 因为你知道我打冰球的话 我那个装备就一大包 然后而且我那个冰球杆又特别长 所以我对这个后备箱的空间要求特别高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之前有考虑过这个紧凑的SUV 但是它这个设计吧偏流线型 就比如说我要是周末带家里老人 或者朋友出去玩自驾游 他们坐在后排会特别不舒服 所以这个车就是完全的满足了 我对这两个点的要求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个车底盘偏得味 就是特蹲式那种感觉 对 开起来特别都有安全感 没错 而且这车我就发现它这个储物空间特别的多 你看它这个中控的前面 还有档位前面都能放手机 平时我零七八岁的东西特别多 然后上车放在这拿起来也特别方便 你看它门板 还有这个档位这边的储物空间也都挺大的 你看我这边就随手放了个化妆包 对 用起来就挺方便的 随时补装 对 小悠 你这个车几个油 我做设计的嘛 不用朝九晚五的 出门不太堵的话 我估计也就百公里六个油吧 但是你开车那么猛 我估计要比我费油吧 其实还真没有 我一般加满一箱油显示能跑八百多公里 然后也就七个油吧 确实这车是开着平顺又省油 而且你看这车机把路线都规划好了 我也不用看手机导航 我估计一会咱就到了啊 好嘞 靠谱 在我们女孩的眼中 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 更是一个能彰显个性 贴心护送自己的通心伙伴 我们常说颜值即正义 不可否认在选车的时候 我们会因为一台车的外观而一见钟情 就像斯科达科米克一样 富有力量的线条给人安全感 细节之处又十分精致 它就像一个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的精致型男 很容易瞬间俘获女孩的芳心 当进入车内 我们会感受到这台车更细心的一面 同级别最大的车内空间 舒适且不失包裹的座椅 扎实的底盘质感 和最具人性化的科技配置 让人觉得它是一个贴心的暖男 而这样内外尖修的它 谁不爱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